哼哼 Amazing 好吃啊 早啊 我是导标太累 然後現在是凌晨五點 然後現在要直接出去那個Upgate 就是趕快往下一個城鎮走 我今天走的城鎮是Estella 然後走的差不多一幾公里 然後那我今天就一出門的時候 然後就碰到那個西班牙大哥 超巧 你看他沒有跟我住在同一個那個庇護署 就是很巧啊 來出發啦 這邊下午啊這邊啊 那是很熱鬧啊 我一度以為潘若迪來了 就是反正這邊又有一個 有個老師在這邊跳啊 你知道嗎 他下面超多人啊 那郭姿的皇后橋啦 所以沒有走過去 因為昨天真的太熱了 好 我剛剛就跟那個西班牙大哥 然後我們兩個就聊天聊了 快兩個小時了 就想說 到底在聊什麼 然後聊得很開心 那樣子 然後他說他很會做西班牙菜 然後他想說 如果有一天啊 就要去做的話 他說 CAMINHO CAMINHO 就可以教我 蠻可愛的 這個大哥 西班牙大哥跟我講 這個地方很有名 可是到底這是什麼啊 我 I don't know 我真的 蛤 有三位三 很特別耶 這地方 一整片都向日葵了 太可惜了啦 沒有變黃 不然它更漂亮 有看到嗎 這個小天使休息站 怎麼知道 你好 是 這是小便 哇 是大的 謝謝 哇 非常危險 非常危險 我們已經拿了 很危險 我來吃蝴蝶 謝謝 櫻桃超甜的 剛才一大上午吃的剩下一些些的 很好吃耶 超甜的 只是說它上面有一些被果蟲蛀到 不打緊 好吃啊 剛才走下來真的是 受不了超級熱的 然後我就在這邊 這邊 就稍微喝一下水 反正 太熱了啦 真的 太漂亮了吧這邊 像台灣的那種 南沙爸耶 這是十二門圖嗎 超酷的耶 Amazing 然後我今天就是要住的地方是 就是Estella 本來我要選的是另外一個公立 然後就是可以付五塊或是 隨心你要捐多少錢呢 就是可以入住的一個庇護所 可是我在上面資料再稍微找一下 然後我就以最後面改變的念頭 因為我就找到了 Instella 然後這邊有一個庇護所 很棒的一個是怎樣 它這個機構它是所有的東西 它是以弱勢團體 然後去做的建 就是以為主體 然後去做的一個套館 然後它這邊呢 進來的時候它這邊會不會寫 就是拿你需要跟拿你不要的東西 就在這邊 它如果說你想要什麼東西的話 然後就在這邊拿 如果你不要的話就是 就直接把它放回去 就是看你自己 就是以物換物啦 不然有時候就是背包客就拿太多東西 所以不大 我覺得它這個庇護真的是個 很棒的一間耶 ibs Cheers 我是第一個入住的一個背包客 然後它這邊總共房數20個 然後我今天才能嘗試這一位 他問我們想要選哪一個 我說有分房號 他说没有 他说我是第一个 就让我自己选 很大街 然后他刚刚就是帮我 就是登记的那一个 因为他是其实就是 刚刚那另外两个 就是爱跟一个男的 就是说其实他这个肌肉 算是比较给弱势团体 他们就是去经营的 所以就觉得说 他们其实经营来讲的话 就跟我们就是 可能我们台湾的 就是像什么 伊甸园那种的 反正就是以弱势团体为主的 他们的反应 跟他们的那个热情 其实是不会伪装 就直接告诉你 就是很开心 那就欢迎你来啊 什么之类的 然后也不会太问你说 你是从哪边啊 就不会问你国籍 或什么之类的 反正他看到你 就是对我笑之类的 所以就这样子感觉 其实对于人跟人之间的 相处 反正常会有很多的面具 在这个社会上面 反而就是可能 比较不会想太多的人 就觉得说人跟人之间 其实不用太多的装饰 感谢观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在我要找这个景点啦 我整个是大迷路 这是大迷路真的 因为我是用Google 然后再用另外一个软体找的 反正找不到就可以上来的路 就它是在民宅的旁边 我等一下给你们看 它在民宅旁边 然后这根本就不是路而已 然后我就问了一个 就是西班牙的一个大妈 然后我就问她一下 然后因为我用翻译软体嘛 然后她就跟我说 我就差不多应该知道在哪 可是她就还有两个岔路 然后结果 她就直接把我带过来这边 真是谢谢 因为西班牙人真是太热情了 而且我是玩 因为她应该是不大会讲英文 然后我也就是 就是我也不知道到底要怎么办 然后我就用那个软体慢慢找 然后就刚刚她就直接用冲过来 她直接把我带上来 人超好的 所以这个地方是我在那个庇护所那边 然后我就问一下那边的人 然后我刚刚说这边有没有 就是什么地方啊 是比较少人去 可是又很漂亮 可以看得到全部的一个city 然后她跟我推荐的这个地方 只是说我刚刚不是跟你讲 我有点稍微迷路吗 但是啊就是迷路之后啊 它这边景点是真的非常厉害 来这东西走吧 它可以俯瞰整个 Escala它整个这个city的那个样貌 是非常厉害的一个景点 只是说这边比较少人 少人会知道 朝圣者应该不大会想走上来 因为这要翻过一个小小的山 结果在上面有点危险 因为你看下面就是 叶之下小悬 你有看到吗 这边 虽然这边算是个Escala 它的至高点之一 有没有看到 整个全部它这个城镇都看到了 很漂亮哦 这边有一个洞耶 好凉哦 这边有一个洞耶 这边有一个洞 为什么这个门是打开的 我把我都拉出去啊 打完山啦 看到一个就是Supermarket 然后进去一下 這個網紅店沒有看過耶 來走近看一下到底賣什麼 海鮮都偏貴耶 大概12、18這樣子 蠻貴的 這是火鍋料嗎 這間他的蛋糕太多了吧 都冰起來 這個櫻桃要換算起來啊 這樣一大盒500克啊 才六十幾塊而已耶 咻哈麻巴 買的這些啊 櫻桃 櫻桃蠻便宜的 好牛排 7歐多而已 超大塊的耶 他真的超大塊的 這樣等於是才200多而已耶 很厚耶 然後今天晚上來煮一下好了 啊我牛排 然後還有這個葡萄 他這邊東西都是蠻便宜的 沒有說想像到那麼貴 跟大家聊一下天啊 然後 反正就是我覺得今天啊 我從那個 然後就是走到 伊斯塔這邊啊 然後就是花了就是 因為二十多K嘛 我花了差不多 才四個半小時而已 所以我走路算還蠻 還蠻快的 然後到這邊其實我喜歡 就是早點到 然後就是趕快就是到那個 城鎮然後多去看一下 其實我是覺得說 就是這一路上降下來啊 就是其實你在徒步的 你在徒步然後朝聖當中啊 有點像人生的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陸陸續續的人 會就是經過你的面前 然後也會跟你就是 在一起短暫的一陣子 然後就是在一定的時間裡 一定的時間內 然後就離開你的 可能你活動的範圍 或是你人生的當中 可是在當下當中 你們是非常珍惜彼此的 像我今天 因為我這今天 我今天就跟兩個小時 我剛走就碰兩個小時 就碰到那個西班牙大哥 然後西班牙大哥 我就跟他聊了蠻久的 就是反正我們就聊得很好就對了 然後他也想說 有機會可以來到台灣 什麼之類blahblah 反正anyway 我就想講就是說 就這一段期間的時候 就真的很像 就是人生跑馬燈 跑馬燈 就是 你想要來就是 就是來朝聖還是說 你想要走路什麼之類的啊 其實這一路上啊 就是感觸真的是蠻多的 好啦 我今天就是花的時間 就是4.5K啦 我覺得我一定酒醉 好啦 明天見 掰掰 掰掰